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无暖 我是阿文 在这几集我会不断发挥新的题材 跟大家做分享 而今集我想说的题目 就是关于香港的MMA发展事件 开始之前有一件事很重要提醒大家 就是记得订阅无暖 这是一个专门讲现代武术学籍的粤语频频 MMA 大家都听过 是一个很热门的格斗运动 香港几时开始有MMA的呢? 看回历史背景 在MMA出现之前 香港其实都有不少已经普及了的武术 包括譬如泰拳、控手道、台拳道、国术等 而MMA本身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格斗技来的 它是一个赛事的规则 在这个赛事里面 它是容许你使用任何门派的武术去博弃的 是在九十年代 刚才开始在外国兴起 而出名的比赛呢 在美国大家都听过UFC 近的在亚洲 当年都有日本的Prior 所以在当时来说 如果你并不是本身有留意这些海外的比赛 其实在香港你是很少听到 有人讲MMA比较逸 就算你看回港打的武餐片 就算你看回港产的武打片 都是要去到二千年打行才开始有跟MMA相关的电影竞赛 究竟是什么时候香港开始有自业的MMA赛事呢 就是在2010年 诞生了Ledger 武林传奇 他是第一个正式在香港举办的MMA比赛 当时呢 他是找了很多来自外国的拳手 去搞很多match up 他们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有日本 泰国 韩国 台湾 菲律宾等等 远一点的 欧美国家的拳手 都有的 中国内地的拳手 亦都有 那香港有没有人去打呢 有的 不过是占极少数 而除了在香港之外 在Ledger这么多界里面 都分别去过澳门 马来西亚和广州 他打过几次赛事 那由2009年至2013年 他们已经举办了11次的赛事 之后就停办了几届 去到2018年呢 就搞了 Ledger 其实是直接推动了MMA的文化 而我也都觉得 它是象征着香港MMA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那时候也都有好几位拳手 在Ledger里面比赛 在他们之后的生涯里面 都是打到UFC和1FC这些更加有名的赛事 当在2013年Ledger 停办了之后的一段日子 是否没有赛事呢 就不是的 去到2014年的10月呢 又单身了另一个本地的品牌 IMPE 这个时候也是进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IMPE做了一个突破 就是它开始找出很多香港的拳手 做赛事的焦点 那这个是改变了以往 只是依赖外国拳手的作风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我认为是有好几个原因的 那首先是环境方面 当时香港已经有一班 很适合去比赛的选手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武术背景 那也都知道MMA的运动 也都练习了很多年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和拳手的成本有关系 我认为是 因为一个拳手 你找他回来比赛 你要给拳手 那如果他是来自外国的选手呢 你还要给他的机票钱和酒店钱 那这个成本上是一个很大的分别的 说的是一个拳手 那所以如果这么多拳手加起来 票数可能是很耐忌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香港也有一班是来自外国的选手呢 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日子的 他们都有本身很丰富的隔岛比赛经验 那他们又是很适合他打比赛的一班人来的 那所以这个拳手的生态系统呢 在IMPE里面 慢慢有一个改变在里面 那这件事的发展是很正面的 那首先本地的拳手多了比赛的机会 而慢慢发展下去呢 IMPE也都将比赛的焦点 放在香港拳手 对外国拳手这一方面 那就会增加了 我们这一批对比赛的经验 之后IMPE一向都是沿用着这个模式去居办了几届 就是在这段时期里面 有越来越多新的面向就在这个舞台上 乍露头角了 而对整个MMA的发展呢 都是很正面的 直至2016年IMPE才停办的 但是当时已经有很多拳手就打开了比赛 他们还想继续打下去的 那就很幸运 去到2017年 终于有第三个本地 MMA比赛的品牌 Just MMA 去到这个时候呢 会说发展史是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了 那现在Just MMA呢 基本上是香港唯一一个 还会举办职业MMA比赛的主办单位 在2017和2018年之间呢 他们就分别在香港、澳门和广州 已经举办了五次的职业赛事了 那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他们就停办了几届 过了疫情呢 我相信他们会继续去举办的 还有一如以往呢 Just就慢慢安排很多香港的拳手 或者在香港做Base的拳手 做赛事的主打 这种做法呢 刚才说过在EP已经出现了 那去到Just的时期呢 就变得更加常见 而有好几场里面 也是安排了香港的拳手 就和外国的拳手做对决 为什么这么做呢 那一方面是个赛事的观赏性 那买票给人来的人 因为香港人的观众 看到自己香港的拳手 打外国的拳手 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而另一方面对香港拳手来说 都是比较普贵的经验来的 起码他们可以打下外面其他地方的拳手 不是打来打去都是香港的自己人 那好像糖水滚糖鱼那样 很多MMA Amateur Event 即是MMA的业余赛 给什么人打的呢 就是给一些想打MMA 但又未打过MMA比赛 又或者未用过MMA职业来打的比赛 那这一班拳手呢 基本上是属于Amiture的界别 这个是对我发展下一个步 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说到发展史的部分 刚刚我们看了由Legend到Emp 到Just这三个阶段里面 这三个比赛 都是为香港的MMA界 带来很多改变的 首先就是 没有比赛变成有比赛 在香港 还有将外国职业MMA的比赛规例 带来香港的格局比赛 那当然还有推广了MMA这个网续的文化 比更多人去看到 去知 甚至乎去学习 之后更加重要了 就是因为这三个比赛 香港就培育了一班管理的拳手 去到今时今日这个阶段 除了professional的拳手之外 还多了一班艳遇级别的拳手 去支持着这个圈子的 那在这十几年的日子里面 那个进步和那一边 是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 那个角色一点都不容易的 那首先大家要明白 在今时今日的社会 那么多种搏击运动里面 MMA还是以一个私人组织的形式去举办的 就连同大家在奥运或者亚运 见到的派拳 空手道 台拳道的武术 都是有国家队 这些国家资源去支持的 那换言之 这个格斗运动呢 就需要以那一个商业模式的操作 去生存下去了 就好像刚才跟大家讲的 那么多个比赛的例子 那么比赛和拳手 是两个很大的元素来的 拳赛一方面 你去主办单位 你想去搞得成功 买到票 赚得多钱 你才继续搞下去了 另一方面拳手 你想找比赛打挑战自己 或者令自己更加出名 你就想找这些比赛去打了 这两者是相乎相成的 基本上 而拳手那方面 尤其是 他究竟可不可以 倚赖比赛里面那一部分拳酬 去支持自己的生活呢 那只是在香港的例子里面 我可以跟大家讲 是没可能的 那相比起 你打一份工 每个月出发的分量 你两三个月才打一次比赛 里面赚的那份拳酬 是少很多的 其实 所以在香港我认识的 职业拳手 都是本身有另一份工作 去支持他的生计 那 比赛赛事的主办单位和拳手 能够从这个运动 拿到的利益 有多少呢 就依赖这个所谓商业模式 行得成功了 那最激烈的成功例子 当然是 UFC和1FC这些这么大的比赛 他们都是说出了 其实是一盆生意来的 就是 靠打比赛 靠打比赛 帮人看 卖广告等等等等 去赚钱 都是依赖大众的消费和支持 所以将来 香港的NMA发展 可不可以走到更加远更加大的规模呢 就好视乎这项运动 行得有点Hit 今集又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无乱乐》 记得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